習近平手白頭 川普競選搭檔萬師將北京烈最大威脅 陳文革太平洋島國峰會對抗中共影響力 藍述11月份後歐盟對華電動車承受關稅 中國民眾熱議歷史的垃圾時間 三眾全會北京警察密報 關鍵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麗文 今天是7月17日,星期三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種非常獨特的健康管理方法 整體療法 整體療法的核心在於 將人體作為一個整體來體代 而不是僅僅關注單一症狀或問題 這種方法的優勢在於 它能夠更全面地改善健康狀況 促進身體的自我調節和恢復能力 三高代謝堡正是基於這個理念而設計的 這款產品的配方中 包含多種天然靜物提取物、衛生素和抗物質 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 能夠幫助身體調節血糖、血脂和血壓 從而改善整體健康狀況 三高代謝堡、研發團隊的負責人 陳祥宏先生在接受健康520採訪時說 有些消費者在使用過三高代謝堡以後 身體的慢性病改善了 就在健康520網站上面留言 說他們在使用三高代謝堡以後 有的血糖改善了 有的血壓改善了 還有很多人表示 他們的睡眠品質也有顯著的改善 而且變得有精神有活力 這些效果都歸功於三高代謝法 整體療法的一個設計理念 所以效果會比較全面 不會只有改善某一項而已 如果您也希望通過自然方式來改善自己的健康狀況 不妨試一下三高代謝堡 讓我們一起從內到外全面提升健康水平 現在就訪問健康520的官網 了解更多信息吧 下面是詳細內容 中共黨魁習近平內外交困 除了無法解決中國經濟危機外 來自美國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川普剛剛選定競選得當反思 15日接受採訪時表示 北京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美國前總統川普15日 被正式提名為202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上週日的力險叫川普的支持率大將 有分析認為 川普所有的經濟政治政策背後的關鍵 都是壓制中共 它一旦在11月勝選 北京就有滅定之災 更值得北京擔憂的是 在提名川普當日 共和黨還宣布 副總統候選人為 我去俄州聯邦參議員 占武斯曼斯 曼斯在獲得提名後 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 北京是美國最大威脅 在被聞到俄乎戰爭時 曼斯表示 川普將和俄乎雙方談判 以快速結束這件事 以便美國能夠專注於真正的問題 這就是中國 曼斯在經濟、外交領域都以美國利益為第一要務 並強調共產中國對美國的威脅 例如他曾呼籲 對中國製造產品徵收廣泛關稅 主張將製造業帶回美國 以減少對北京的依賴 曼斯亦力挺對台軍售 他曾說 如果中共入侵並控制台灣 美國可能會經歷又一場大蕭條 他4月曾在紐約時報站文指 俄互戰爭導致美國對台軍售延遲交貨 曼斯在民眾表示 維登政府的600億美元援污計劃 無法改變戰爭的軌跡 美國生產的武器數量 亦不足以叫烏克蘭贏得戰爭 而如果北京入侵 台灣同樣需要外國者導彈 在習近平準備於三中全會想辦法叫中共活下虛視 川普和萬事聯手出征11月大選的消息 對北京可能是一個打擊 只有作家雄播學日前 在粵傳媒泛民講 習近平現在壓力山大 不僅國內民怨四起 國際局勢也不妙 正在競選美國總統的川普說 中共如果侵略台灣 美軍將會轟炸北京 美國將撤銷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 世界公民法院 7月8日以五項罪名起訴習近平 這個法院雖然沒有政府資格 它有傻高的公信力 這起訴案等於將習近平列入世界黑名單 更令習近平操心的是 美國再度提起新冠所索賠 但是美國提出的金額 就高達18萬億美金 如果加長歐洲 這就是自大清庚子賠款以來最大的賠償 紅博學講 這些國際問題 每一個都能夠叫中共崩盤 習近平要一夜白頭 第十屆太平洋島國崩會 定於7月16至18日在東京召開 據共同社透露 這次會議的宣言草案說 日本和太平洋島國表示 中共在這個地區影響力日益增長的情況下 強烈反對中共試圖通過武力或威脅手段 單方面改變現狀 對此希望致勝記者7月16日採訪了 台灣海南大學島國 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文革博士 日本想通過提供太平洋島國發展援助 來對抗中國在太平洋地區影響力的 一種綜合戰略考量 自在維護日本在該地區的地緣政治、經濟和利益安全 同時提升日本的國際地位 日本希望通過加強和太平洋島國的關係 壓制中國在該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和威脅 因為中國近年來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戰略手段 在該地區進行了大量基礎設施和軍事建設 擴大了其在地區的影響力 以日本則通過提供發展援助 試圖增強和這些國家的連接關係 確保這些島國在國際事務中 能夠更傾向支持日本和美國等盟友的立場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計劃 在未來三年內投入超過3.8億美元的援助 給太平洋島國 叫這些島國加強和日本的關係 另外,太平洋島國在戰略上對日本和整個印太地區的安全 有重要意義 因為通過加強和這些島國的合作 日本可以確保該地區的海上航行、自由和安全 此外,日本希望通過援助來促進同這些國家的穩定和發展 從而減少地區不穩定、對日本安全的潮在威脅 日本通過發展援助,可以在這些島國建立更牢固的經濟關係 促進日本企業在這些地區的投資和貿易 這有助於日本經濟的增長和資源獲取 同時,援助可以用於支援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環境保護 和人力資源開發 間接為日本企業在當地創造更有利的營業環境、條件 陳文甲認為日本積極提供、援助給太平洋島國 可以提升國際地位 日本透過積極提供發展援助 可以提升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和軟勢力 指示日本作為負責任大國的角色 另外,通過這種援助也有助於日本在國際機構中的影響力 尤其在涉及全球發展和環境保護的議題上 歐盟對中國產順電動車的臨時反補貼關稅 從7月4日開始實施,再加上原本關稅稅率為10% 這意味著中國車其中比亞特的稅率最低27.4% 尚氣集團和不配合調查的企業稅率最高為48.1% 歐盟州委會將繼續調查 並決定是否提出適用5年的明確關稅 歐盟要求27個成員國7月15日午夜前 提交有關對中國電動車加徵反補貼關稅的意見 意大利和西班牙這兩個國家 表示支持歐盟這項政稅德國投棄權票 原因反補貼調查還在進行 歐盟和中共政府談判仍在進行中 日前,投下棄權票意味著對歐盟的支持 10年前,歐盟州委會沒有對中國太陽能電磁板 徵收關稅 因為有一大批歐盟成員國不支持徵收 結果,歐盟太陽能板製造業在廉價中國產品的衝擊下崩潰 如果歐盟確實推動正受關稅,這樣它將在歐盟成員國中進行投票 如果歐盟27個成員國中大多數反對 徵稅的提議就會受阻 多數是指在27個成員國中必須有15個國 且合計佔歐盟總日數65%以上 對此希望之聲記者7月16日採訪了時事評論員藍述 這個家政是臨時的 到了今年11月份以後,會不會有所調整? 這個誰都不知道 因為這裡有一個很大的變數 就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出來以後 新總統,它整個對中共貿易政策和經濟政策會不會有什麼改變 對歐盟未來的情況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歐盟之所以將最後決定對中國貿易關稅的時間定在11月份 它也是有道理的 就是說,要等到美國的大選結束後 然後,歐盟很可能還會跟當選總統做一些互相之間的溝通 它才會做這些決定 藍述認為,加了臨時關稅 歐洲的電動車市場獲得了保護 因為現在這個關稅是一個臨時加上去的 它並不是一個永久性的關稅 至少從現在到11月底之間 這段時間歐洲市場,它能夠得到保護 歐洲的電動車市場,它們獲得了保護 藍述表示,美國下一任新總統對華的政策 以及歐洲的各國研究部門的研究結果 將決定11月份之後的關稅 至於11月份結束後 之後的政策取決於兩個方面 一方面就是,歐洲的各國智庫 還有研究部門對中共在電動車方面 不公平的競爭體制 它們會有進一步研究材料出路 這個材料最後的研究結果是什麼? 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的因素是美國大選 因為美國大選最後的選舉結果 將決定下一任美國總統 那麼它也會決定 今後四年,美國的對華經濟政策 和貿易政策 將會對歐洲的對華貿易政策 有巨大的影響 所以說,它們都在等這個 中共自下人禍不斷 中國民眾對中共絕望 形容中共政權 已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 這個觀點被廣泛熱議 五個月後 在中共三中全會前夕 多家官媒及官方學者 突然大肆批勃這一說法 說比躺平更危險 有評論人士表示 相關看法體現了密心 體制內外都在靜靜等待 中共這首大選沉沒的最後時刻 垃圾時間 原子無論多努力都難以改變 勝負結果的最後無聊時間 今年2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前研究員 劉均寧博士用歷史的垃圾時間 形容中共政權已進入改朝換代的 倒計時階段 並表示,在這段時間裡 沒有人能夠逆轉歷史進程 老百姓可以做的 就是想辦法熬過這段時間 也就是當前流行的躺平 之後,歷史的垃圾時間論很快深入中國社會 成了流行語 在中共三中全會前夕 中共黨媒 《北京日報》率先批駁歷史的垃圾時間論說 有人借題發揮 對國家發展長虛短碳 否定和體恤今天中國的一切 隨後 中共官媒轉載引用相關文章 開始全面批駁歷史的垃圾時間論 對此,女美中國時政評論人士唐靖遠 對大紀元表示 相關觀點被廣泛傳播和接受 表明 中國社會期待很快走完最後這段垃圾時間 迎來一個新的時代 流亡海外的內蒙古自治區 政府法律顧問室前執行主任 杜汶對大紀元表示 歷史的垃圾時間的定位準確 現在中共政權的確進入了歷史的垃圾時間 中共對相關評論如此在意 是因為它觸及其政權合法性的核心 當局強烈批駁 試圖挽回民眾信心 維護權力穩定 但暴露出體制內在應對複雜社會情緒上的 暴力和脆弱 問題的關鍵是 中共官媒早已淪為 無人在意的垃圾媒體 喪失了起碼的公信力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屬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 在駁斥歷史垃圾時間論時聲稱 歷史垃圾時間論完全否定了 當下中國的發展狀況比躺平論更危險 現任北京之春主編陳惠健此前鎮民表示 歷史的垃圾時間這一概念被中國社會廣泛接受 等於被多金中共政權判了死刑 中共三中全會正在北京舉行 當局出動大批警察便依在街頭維穩 但7月15日凌晨 也就是20屆三中全會招開的日子 來自全國各地的訪問在北京西城區的國家信訪局外邊 排起了長龍 訪問為了去北京上訪 慎願 需要繞開重重封鎖 但很多人到達北京後 又被當地駐京接訪人員強制遣返 三中全會期間 中共出動大批警力 阻止訪問盡境 各地政府也派遣專人到北京接訪 有影片顯示 在北京市一柱地下通道內 一群不明身份的男子 強行拖曳兩名婦女要將他們帶走 一名女子在拼命掙扎、扶舊 有訪問發布影片 在成都天府國際機場 重慶兩位訪問被機場工作人員強行抗壓機票 不讓他們登機 遼寧訪問姜家文在網上發布信息 她7月14日晚從河北邊界越過檢察站進入北京 深日早晨 她在北京南站被遼寧警方抓捕 強行帶回彈洞 姜家文告訴新唐人 現在北京查得很嚴 四處攔截訪問 每個出租汽車司機 帶一個訪問越過檢察站的話 罰2到3萬 三中全會期間 還有許多訪問被東地政府強行監控 限制自由 有影片顯示 福建福州一位訪問 被3名政府人員強行拘禁在家裡 姜林訪問劉女士告訴新唐人 當地政府一直派人守住她 不讓她進京上訪 有許多訪問失戀 可能被抓 一般都是被關到黑監獄或者聯繫不上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給訂閱、歡迎轉發 那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再見 再見 大旦 10 10